女为越籍者容中国的这句古话 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 尊观世界各国举办的选美小姐比赛 便能亏得一二 但是非洲的沃达贝部落却恰恰相反 这里隶属于母系部落 自古至今都过着女尊男卑的生活 男性农装夜抹 争其斗艳 只为取悦女人把自己带回家 沃达贝部落的女性究竟有何不同 既然是母系部落 当然是女性的女性 女性掌握着这里的一切 也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因此沃达贝部落也是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一期多夫制民族 在这里男性必须靠女性才能上位 为此他们需要凭借自己的美色 来吸引女性的注意 所以每年这里都会举办男子选美大赛 盛况绝不亚于世界小姐选美 在大赛期间 男人们会农装夜抹 通过一系列活动来接受女性们的挑选 而女性们挑选男人的唯一标准 也是看外貌 而若想了解这里女尊男卑的习俗 就需要先了解下这个地方 沃达贝部落是西非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 大约有16到20万人口 由于这里的气候以干旱为主 每年都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旱季 才能迎来雨季 这段时间他们逐水而居 四处为家 而他们也主要以游牧 私贸易为生活来源 所以大部分时间 他们都过着在沙漠中迁徙的生活 沃达贝是他们的自称 一为受纯洁禁忌之人 他们以独特的美貌 精美的服饰和纹身 自诩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当地女性社会地位之所以特别的高 这多少有地理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关系 在沙漠地带生存这个部落的女性人口特别的少 所以 物以稀为贵的核心理念 在繁衍后代的权利下 当地的女性自然就有着说一不二的绝对权 所以当地女性能够挑选多名丈夫服侍自己 正因为如此 沃达贝的女孩子一辈子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成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在沃达贝部落 女性并不是以年龄作为成年的分界线的 在女孩子生理期第一次到来的时候 就标志着他们已经成年 也就是意味着可以自由地挑选男人了 每年九月雨季结束后 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固定的地方 参加格莱沃尔节会 也是当地人口中的求偶节 一来庆祝和感恩上仓对西非平原短暂绿色 肥沃雨季的给予 二是能得到围观女人的暧昧眼神 被女人们领回家 这个节日对于男人来说非常重要 这天不管是部落里结婚的 还是没有结婚的男性 都会盛装出席 他们会早早来到活动地点 开始盛装打扮 准备的过程 往往需要六个小时左右 首先他们会剔去头顶一半的头发 再加上几个对称的小辫子 接着就开始往脸上涂粘涂 一般以鹅黄色和红色为主 然后从额头至下巴处 用白色颜料勾勒出线条 让整个面容看起来更丰富多彩 接着就是粗厚的眼线和黑色的嘴唇了 这也是整个妆容的重头戏 平日里男人们会收集一些废旧电池 将其磨成粉末状 在鞋日当天拿出来涂眼睛和嘴唇 以涂出眼白和牙齿的整洁 画好了面部妆容 男人们还要在衣着和装扮上下光复 高挑的身高这个标准跟我们倒是没什么差别 只不过他们没有增高鞋垫 更没有高跟鞋 所以他们会戴上用鸵鸟毛和背壳做成的头饰 或者帽子 以便让自己看上去更加高大 我们可以看到在选美比赛的时候 沃达被部落的男人们头上都插满了羽毛 头顶那根羽毛尤其长 活动第一天 男人们会集体跳一支哑鸡舞 舞蹈会持续进行几个小时 这一轮比拼的不仅是舞姿 还有男人们的耐力 男人们肩并肩围成一圈 随着音乐的响起 他们开始舞动起来 舞步虽然小 但很急促 现场氛围充满了激情与躁动 在跳舞的过程中 男人们会刺着牙 让女人们看到自己洁白的牙齿 还要瞪大眼睛 以展示男人的雄风和无所畏惧 此时的女人则站在圈子的外围 他们大多数都是已婚妇女 为了再次挑选到合适的情郎 他们会全神贯注 注视着这群花枝招展的男人 如果女人们在围观时 看中了某个选手 那他们将有权抛弃自己的丈夫 接下来他们只需要上前 拍一拍情郎的肩膀 二人就能够一起共度粮消了 当然了他们并非就此一锤定音 在相处的过程中 如果双方并不满意 他们有权终止这种结合 然后再继续寻找下一位 因为每天这里都会有新的选手加入 除了雅基舞外 还有跳雅克舞和卢姆舞的环节 通常情况下 卢姆舞会在晚上进行 有时女人们也会加入到舞会当中 与男人们互动 趁着朦胧的夜色 很多男女会借机打情骂俏 暗生情愫 然后一同前往附近的小树林 发生一些不可描述之事 在这一天 沃达辈的男人女人们 都无视婚姻尽情的狂欢 一个男人的妻子 有可能被别的男人吸引 投入别人的怀抱 所以说 这个节日又被称为偷妻姐 当然 主导权还是在女性手上 在节日结束后 她们可以选择新欢 成为自己的丈夫 也可以直接拍拍屁股走人 而男人们在节日结束后 还要乖乖地回到妻子的怀抱 而未婚女子被允许在任何时候 与任何其喜欢的人发生关系 她们第一段婚姻需要由父母安排 在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 新郎与丈夫住在一起 直到怀孕 然后返回娘家 在娘家生下孩子后 女子就会变成犯错的人 不允许与丈夫有任何联系 而丈夫也不能表现 对女子或孩子有任何兴趣 两三年后 妻子被允许去看望丈夫 但依然无法与其共同生活 除非母亲设法为其购买所有家用物品 但是此时这名女子 已经可以准备接受第二段婚姻 这次的丈夫可以由她们自己选择 活动持续到第五天时 赛事也进入到最紧张的时刻 这时男人们会换上统一的服装 准备着下一轮的比赛 而女人们则早早来到赛场等待着 一些家境稍微富裕点的男人 会骑着骆驼先入赛场 他们会不断炫技 以补得女人们的目光 当所有的男人全部入场后 比赛正式开始 这一环节主要比拼的是 格莱沃尔舞 按照传统规定 比赛主要分为群舞 独舞和大合唱 群舞展现的是协调性 独舞则是展现个人魅力的时间 唱歌也是沃达被人必备的技能 如果不会唱歌的话 他们几乎找不到对象 在经过一系列的角逐之后 比赛迎来尾声 这时女人们会推出一位 未婚的女性当裁判 由她来判定最后的胜利者 有幸获得第一的男人 将有权选择自己 心仪的女人作为妻子 在这样的母系民族中 女人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和经济大权 在沃达被的家中 家里的一切都是女人名下的产物 而男人们则以美貌获得自信 他们会随身携带小镜子 时刻整理妆容 保持美丽 该部落的一个女人总结道 一个女人如果和一个长相不好的男人 走在一起 一定会想钻地缝 如果她没有这么做 那就是因为她太爱她的丈夫了 在沃达被部落拍摄纪录片的 一个摄制组 在节日之际采访了一对夫妻 丈夫迪瑶表示自己 非常期待这次选美大赛的到来 说自己已经等了七年 希望在这次比赛中 获得裁判的青睐 抱得美人归 而妻子对此竟然也表示支持 她说 我们家迪瑶身材好 声音迷人还很会跳舞 如果有人在大赛中看上她 也说明自己有眼光 然而事情的结果 却出乎了迪瑶的意料 赛场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看上她 反倒是好几个男人 对她的妻子猛现殷勤 不过她的妻子 也没有理会别的男人 反而在迪瑶回家以后安慰她 你在我眼里是最棒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妻子还是很爱自己的丈夫 而迪瑶也从打击中 认识到要珍惜自己的妻子 看似奇葩的风俗背后 实则是藏着卧大被人 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坚定与自信 这个民族从古时就开始迁移 范围横跨整个非洲大陆 他们甚至认为 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这片土地 不管外界如何看待他们的生活 他们依旧维持着自己古老的传统 虽然在外人看来 这样的风俗很难被理解 但这却是他们最大的心灵寄托 与文化传承 对于这样一个世世代代生活 在沙漠中 近乎与世隔绝的民族来说 格莱沃尔结会 便是他们唯一的期待 生活中的庸长 也正是因为有所期待 才变得多姿多彩 这种对酒当歌 翩翩起舞的日子 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 我们应当尊重当地的习俗 只要是部落居民们 都会为此感到快乐就行 但是不要因此 有人受到了伤害 对此你怎么看呢 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吗 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与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吧